最近在京華一屋 開水果店的何先生準備回籠資金 統計自家店裡的營收時 發現自己開了7年的水果店 竟然沒賺多少錢 何先生覺得蹊蹺 一番查賬之後竟然發現 問題出在了水果兌換券上 他每次來消費的都是高消費的 水果也是屬於高端的水果 像這麼一單 三個品種就達到700多 這一疊都是他的 水果店老闆何先生手裡拿的這疊小票 是同一名顧客用水果兌換券來消費的憑證 而這些水果兌換券有問題 有客戶使用假的水果票 到他店裡進行消費 購買水果等 數額達到了300萬元 何先生比對後 發現這一批水果兌換券 是2018年發售的 每張面額100元 上面還有編號 地址和水果店的公章 到2019年底的時候 這批兌換券就差不多核銷完了 可何先生查詢記錄發現 2020年後還有不少客人 拿著兌換券來買水果 尤其是其中有名姓郭的男子 出手闊綽 每次都要用券購買幾千元的水果 根據報警人提供的一名微信 名為冷兵的男子 有這麼大的作案嫌疑 那麼我所對該微信號進行分析 確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當天民警便將其抓獲 微信名冷兵正是嫌疑男子郭某 民警還在他的手機中查到了 他偽造和出售水果兌換券的相關證據 郭某交代 自己此前拿到了何先生店裡的兌換券 發現上面沒有有效日期的限制 就找人刻了假的公章 從2020年開始 偽造了一大批假的兌換券 一部分自己用來日常消費 隔三差五到店內每次消費三千元 另外一部分自己會贈送一些 親戚朋友等關係人 還剩下一部分自己以五到六折的低價 賣給其他客戶以此從中獲利 據統計兩年時間裡 郭某通過販賣假兌換券 非法獲利達數十萬元 涉案金額近百萬元 目前郭某因涉嫌诈騙罪 已被依法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案件正在進一步侦辦中 記者王延淵 編輯報導